無論什麼原因導致我們不開心也好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不開心是可以惡化得很快的 原因是很簡單的 當我們不開心情緒低落的時候 很自然的人就沒有什麼心機 沒有什麼心機就是什麼都不想做 如果再嚴重一點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們做開的時候 都沒有興趣 不做的時候又怎樣呢? 當然要丟在家裡躲在家裡 也會做 躺在床上 經常說很累 睡覺 或是睡不著覺的 我們心情又不好 又不動 常常躺在床上 又睡不著覺 那有什麼事做呢? 因為我腦袋不會停下來 我腦袋會停下來想 我腦袋想什麼呢?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想到一定會有什麼事 你自然會想一些壞事 想很多不開心的事 越想 自然就越不開心 越不開心你又越不動 越不動 你又越不舒服 越不舒服 越不舒服又越不開心 越不越多事情想 所以很容易這個惡性循環 就處理一切 令你的程序變得很差很差 你猜不猜到可以快做多快? 有些人可能說幾個禮拜 幾個月 幾個月 沒有幾個月內 幾個禮拜 幾個日 那一般是 常見都會是 但有些人如果情緒真的比較差的時候 其實一日之內 就已經可以讓他的情緒很差很差 於是我們來打剛才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回 其實如果我們想去改善自己的情緒 也要留意一下自己要做什麼 其實可以幫他補充 這個人兄就說過 如果我們對付抑鬱的情緒 就有三個原則 第一 當我抑鬱 不開心的時候 我想一下 究竟我做了什麼呢 是會令自己的感覺會好一點的 那我就一定會去做 那第二個原則 那當然就是有些什麼 做了會令我更差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避免去做 剛才一說 如果我經常困在家 不做 躺在床上睡覺 其實是很容易的 那這些就盡量少做 那當然我們其實是很肯定的 或者可能可以的 我們都試一下去做 可以就繼續做 不可以就不要再做 那你講了原則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即如果我們真的要不開心的時候 在抑鬱的程序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那大家都會想像得到 當做運動 其實是很好的方法 去幫我們舒服的情緒 令我們重新提升 那這個也有心理的因素 如果我們做一些大量的運動 其實會清潔到我們的腦袋 或者分泌一些化合物質出來的食 會感覺到開心和輕鬆 那運動 除了一些大量的運動之外 還有一些我們所說的鬆弛運動 即是我們放鬆自己 可能會做瑜伽 靜坐 打坐 這些其實都會令整個人 會放鬆 其實做運動和放鬆 即我們打坐 這些抑鬆的作用 另外一個作用就是 令我們不要想太多其他 當然我們不開心的事 其實也會有問題 當然我們不開心的時候 做一個人聊聊天 即將自己不開心的事 感到出來的時候 會舒服一點 剛才也說了 如果我們想不擔心這麼多事 即想叫自己不擔心這麼多事 很需要轉移一下轉移 自己做了別的事 就自然有這些無謂的事 你說轉移而轉的方法 很多人都不同的 一般比較常見 有限的 看電視 聽音樂 看書 打機 有些人上網 打機 這些都是一些有限的方法 但每個人都不同的 如果自己本身都有些興趣 那就最好了 如果自己說 我玩樂器 我喜歡玩樂器 或者我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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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琴 這些事 我們慣常做開的事 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說不開心的時候 就是用心機做其他事 如果那些事 平時我們沒有做開 叫你去做 是很混亂的 如果那些事是你做開的 我們要逼自己去做 你做了一做 告訴自己 做了會好一點 做了會好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投入一些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選擇動的 都盡量試一下 選擇一些 令人的感覺會愉快一些 例如我們出街逛逛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令人感覺好一點 見面 找朋友聊天 吃頓飯 吹吹水 這些都是一般的感覺 會比較愉快一些的 剛才說 做一些適當的活動 那些活動是直接 令我們感覺舒服一點 有什麼感覺 另外 剛才我們說 導致我們程序不開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 都是跟我們的想法有關係的 於是我們都要學一下 要想東西的時候 都要學一下 如何去想合理一些 不要有那麼多一些 我們所當不合理的 所謂默言的思想 譬如我們正面去看一件事 當我們擔心 擔心不好的事 擔心困難的時候 我們正面去看 當他們是一筆天戰 我們這樣便會比較好 剛才我們說 不要對自己要求那麼高 凡是要兩力而為 要定了一些合理的期望 不要將期望對到高一高 完全脫離自己的能力 因為很重要 還有沒有完美主義 很多人經常覺得 完美主義是好的 其實完美主義是絕對不是好的 我的說法就是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完美的 因為對某一個人來說 永遠我們都覺得 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好一點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我們做得好一點 所以永遠都是默言不默言 我們就留意 做得多好才是夠好呢 而且沒有對自己太苛刻 這一點也很重要 我們很有趣 有時候很多的自責都很不合理 有時候相反 如我一個人犯了同一個錯誤 我懂得跟自己說 我們要寬署人 不要怪他 但當自己做得不好的時候 就罵到自己死 就不懷賊到自己死 剛才舉例 如果這個朋友 生年寶寶 他找不到人買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說 不要緊 有所謂的 寶寶吃奶粉 沒有什麼分別 到你自己做不到的時候 你又不會跟自己說這些 所以我一定要記住 你怎樣跟別人說的時候 你也要想想 你也要這樣跟自己說 很多時候我們說 不要問為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 發生一些不好的事的時候 就常常問為什麼 為什麼人人餵奶 都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 為什麼我做不到 為什麼人生寶寶 這麼順利 為什麼我生寶寶就這麼弱俊 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都會用誇解 要發生就要發生 他們會記住 就想說 有些人為我們控制得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接受 所以無謂問為什麼 我們就要看看怎麼做 不如如果我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可以怎麼做 記住一件事 無論多長時間 多大的問題也好 總是有人會幫到你 千萬不要想著 這個世界還可以幫到你 就不會夠了 一定會夠了 也不會拒絕 人家幫你 那時候我們會擔心 他不關心 我們去想這又想那樣的時候 然後身邊的人說 不要想那麼多 我們經常都說 我控制不了 我控制不了 其實我們絕對有能力控制 我們要想什麼 和不想什麼 剛才我解釋了 那些情況 那些方法 其實都是我們可以用得到 做得到的 最重要告訴自己 可以的 只要我肯告一遍 我一定可以說得到的 另外有些人 就是剛才 解釋了我 有些人 可能他們比較容易 有一個傾向 天生可能 有一個弱點 可能容易出現 疾病症 或者其他的精神問題 那 很多不同的病 大家都會知道 有些身體病 我們會有很多的防疫措施 例如醫生叫我們打流感針 就是增強我們對流感的抵抗力的時候 減少我們發病的機會 其實心理方面 其實我們也有些方法 去增強自己的抵抗力 就是心理上的抵抗力 令到我們遇到問題 遇到挫折 遇到抵抗力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一些情緒的困擾 其中一樣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方法 去如何處理日常 會遇到一些困擾 和誇心的事情 整體上 如果我們增加了 人的自信心的時候 我們面對任何運行的時候 都會比較容易 增強自信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容易 普通的自信心 就不是無忠心有 就是你不會說 無端端坐在那裡 找我給你信心 你就會有信心 但是我們的信心 一定是累積回你 一定是我們曾經 經歷過一些成功的例子的時候 我們才會相信自己可以 才會建立到我們的信心 所以這些 一定是在日常生活 慢慢地建立的 所以我們要多些學習 去解決問題 讓我們有多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技巧 我們也相信自己可以解決問題 要多些嘗試去克服困難 肯去試 或者用了一些挑戰 一些難度高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適當去試 挑戰一下自己 讓自己多些機會成功 就叫做盡力而為 也要兩力而為 也適當地 我們對自己的自律 就是我們都要對自己的邀請 有時候沒有所謂的放縱自己 有時候會很容易 會放縱自己 不想做那樣的事情 不做了 我很累又不去 不計劃一下車才做 現在人急就不要做字 突然會放縱自己 做不到一些適當要做的事情 去到面對問題的時候 你有缺少能力的技巧 或者去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有不同的 態度先先拖一拖 拖一拖 拖一拖 正面的思想 學理的思想 剛才我們說了 多認識新的東西 我們也要學習一下 接受自己的弱點 我們也要學習一下自己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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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學習一下自己的弱點 知道自己的弱點的時候 就要適當地去避重就輕 我們說要定合理的要求 就是避重就輕 明知道自己的弱點的時候 你就不要逼自己 很多時候媽媽經常要求自己 要怎樣去用心去照顧小朋友 要怎樣有耐性去照顧小朋友 要怎樣愛小朋友 那時候可能就不准自己 有任何不好的反應 就是我不可以對著她發脾氣 我不可以有討厭的感覺 其實小朋友經常是小魔怪 經常令人很討厭、很煩躁 所以我們說 有些媽媽之間 有些人都不同的性格 有些媽媽是真的很有耐性、很愛心 很喜歡小朋友 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她很投入去照顧小朋友 但有些人其實也不是很喜歡小朋友 其實也沒有幫耐性對著小朋友 其實也不是很願意她放那份工作 回來做全職的媽媽 在這時候你真的不要勉強 即我們真的要接受自己 可能真的不適合扮演那個角色 適當去找適當的支援 找人幫忙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可能我們反而在一個好的狀態之下 和小朋友建立到一個好一點的關係 有時候當我們很準喪 很沒信心的時候 也要提醒自己 想起我以前曾經經過做過甚麼 這也是對自己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不要有能力 可以做到解決問題 亦都要相信別人肯定 別人就告訴你做得好 你要相信 有些抑鬱傾向的人不相信 有些抑鬱傾向的人不相信 有些人說做得好 別人都可以 哪是呢 先說一說 我們真的要多些學習 去正面解決問題 要接受 要面對現實 要想辦法解決 學客觀點去分析問題 不要經常說我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是怎樣 另外一回事 我們經常都會有些壓力 遇到壓力的時候 其實都要用適當的方法去處理 就不要讓他累積 應付臭仔的壓力 應付其他壓力 其實原則都是一樣的 我們適當 有機會讓他放鬆自己 不要迫自己太緊 分配時間又很重要 我們就想 要將手段時間給孩子 其實不是的 我們真的要適當分配時間 有些時間真的要給自己 有些時間是給自己 和自己的分配 所以我只會理好 那不要要求太高 有些女士可能就是 本身的工作已經很繁忙 她們都在工作上 要求自己很多 那要再生寶寶的時候 她又要求自己 要做個年尾 十分的媽媽的時候 又要求自己 做一樣做一樣的時候 其實是訓不了的 我們始終要應付任何壓力 我們生活裡面 一定有些樂趣去平衡 我們才知道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壓力是避不到的 很客觀的 抽嬰兒 也真的抽嬰兒 抽小朋友 是有些壓力我們避不到的 我們一定在其他方面 有些樂趣才能平衡到的 這就是導演 同樣很重要 我們要分輕重 例如剛才我給了一個例子 我媽媽她的工作已經很繁忙 對自己有很多要求 三個月出來之後 她又要求自己做很多很多事的時候 她根本應付不到的時候 她真的要去問回自己 就是其實來到這個階段 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什麼才是最重要 我們就真的要分開一個優先至最 重要的事我們要著重一點 把時間採取一點 沒有那麼重要的事 所以相對的問題就要放生了 當然了 我們做得挺好的時候 始終是 我們一定有不開心的程序 我們都說了 產前產後 都有那麼多壓力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有不開心的時候 就要適當的處理 剛才都說了 就是聊聊聊聊聊聊 天稍後 我們有不開心的朋友 我們是有不開心的保護 有不開心的朋友